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5月30日星期六 这个不是一个录制的节目, 这个是在星期六的早上录的 其实这个节目的两个收费项目, 其实都是想等待 我们不想太迟去报导 想等着特朗普对于香港实施这个港版国安法之后有什么行动 我们才做完最后一个节目 今天完成了5月份的YouTube投资筆记和投资日志 我们立刻进入主题, 这个不是一个录制的项目 这个是美国完成了星期五晚的市道 特朗普已经完成了对于港版国安法制裁的措施 一会儿在进入主题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说 其他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就可以了 人民币, 这个我们都会在一会儿 现在, 原来特朗普有什么重大措施 和大家约略分析一下这个 港版国安法, 其实基本上 特朗普以制裁措施已经出来了 那我就在时时评论方面, 我就会在未来的星期一 中国民生和民生和大家说 但是我可以先把那七点读给大家知道 第一就是说, 将会制裁削弱香港自由的中国和香港的官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正式取消香港特殊关税待遇地位 第三, 将不再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 那其实第二和第三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 有一些不同的 第四就是将暂停香港和美国的引渡协议 并检视出口和签证的安排 第五就是取消与中国军方有直接联系的 中国研究生的签证 第六就是检讨国务院对香港的旅游警示 第七就是研究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那这里总共有七点 很详细的我们会在中国文心和香港文心里面说 但是我们可以抽一两点出来去讨论 就是对于投资者有比较直接的影响 这些制裁中港官员跟你没关系 你把林郑那些钱收了 和香港投资者都没关系 那这些我们不讲了 大家可以看到昨晚的导致 基本上收市可以说没有跌过 NASDAB还升了百几点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其实香港对于美国的利益已经是很不重要的 我们在节目里面都说过 美国可以放弃它和中国这么大的利益 那香港的利益佔得多少呢 对吧 但是对香港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对香港是有影响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了特殊待遇和独立关税区的话 香港连少少过河湿脚的美金都会消失 我知道不大 但是都会消失 因为中国大部分的所谓这些关税 对谁有利 对谁有利 对中国有利 因为它借了香港这个位 它借了香港这个位 就是嘛 大部分 美国那些高科技产品 其实要入口中国都是由香港入的 香港就变成一个转口港 但是如果这些少少过水湿脚都没有的话 那香港的贸易就更加惨了 虽然已经很惨了 就是它已经很惨了 那其实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如果买一些晶片 或者买其他东西的话 高科技的东西 而它给你买的话 你一定要直接在香港入口 或者在中国入口的话 其实你那百分之 它就照打你百分之二十五关税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暂停香港和美国的引渡协议 这个对投资者没什么大关系 但是它会检视出口和签证 那就是香港人呢 如果你要签证去美国的话 它就会看得很紧的 因为它怕你是共产党员 它怕你是间谍 这个是有影响的 但是对于投资者的影响是不大的 那些什么 旅游警示等等 我们在时时评论节目里面再说 这个影响就大了 研究禁止 它之前呢 没有用禁止这个字眼的 它之前只不过是加强审查 加强审查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提交业绩报告 一定要三年里面和中国 是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影响你的独立性 现在特朗普说 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 但是呢 他就没有禁止到 美国的基金在香港 买这些企业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其实他还是不想捏死香港的 其实这个在我意料之内 因为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 他现在要对付的 或者要切断资金来源 或者要撇清关系的 是共产党 最多你都可以说他是中国 但是一定不是香港 所以他要捏死香港的美元地位 其实应该是最后最后一着棋 就是现在是完全没有去到这个阶段 所以香港的美元地位 应该可以保持到的 暂时来说 这个我们详细在时事评论里面先说 但是大家记住 就是现在有七点措施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会在星期一的中国文心 和文心再详细一些会讲解的 所以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covering里面说 就是人仔兑美元7.137 当越来越多对于中国的制裁 或者是切断资金来源的话 其实中国能够赚到美元的能力 已经越来越低了 越来越低 大家可以 如果这个情况 在香港某程度上 也都发生在香港 当你连那小小转口贸易都没有了的话 其实你要赚到美元的机会是不大的 比如说我想买美国国债多少钱美金 那么人家承不承认你的港元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慢慢地 当中国和美国的生意越来越少 贸易越来越少的话 那人仔就会费货的 人仔就会费货的 就是他会 因为 人仔对着其他任何货币是没意思的 欧罗又跌 英镑又跌 新西兰 澳洲那些 全部都跌的 其实是 只有对着美元稳定的 所以人仔对美元的汇价 其实是反映出中国的经济状况 如果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的话 他长远如何承认都好 他是不能承认的 所以我很多次跟大家说 你尽量拿着美元资产 你应该完全不要拿任何人民币的资产 一部分你拿港元 一部分你拿美元 那其实是最稳定的 是最稳定的 你如果大部分 走去拿人民币资产的话 你今年 你都跌了百分之二 一百年的时候 就由六跌到七 现在七再跌 那你何来中国还有美元 去掃上人民币 上去呢 所以大家 不要掉以轻心 你看到他都没办法 将人民币 掃上去七点零多 就是这样的意思 已经说了 京东商城和网易 六月份 就会在香港第二上市 进行招股 这些都是我们预料之内 我记得我也有说过网易和京东商城 如果有需要 我们会再在收费项目里面再说 这个是好消息 迪士尼 就会重启 迪士尼 美国我说的 就会重启 其实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迪士尼的股价 其实真的跌得太低 我们曾经分析过迪士尼 其实迪士尼的业绩 他的现金储备 他的行业 他的行业 他的卡通人物 或者迪士尼家 都做得相当之好 那我们都推介 现在的状况之下 买迪士尼 还是有利可逃的 那美国的餐饮业 我昨天看美国财经网 都开始复苏 即是说 开始有人去吃东西 去订东西 开始 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最差就是在四月尾 五月头开始解封 现在过了一个月 慢慢慢慢 你就见到复苏了 所以见到 股市是走在实体经济之前 股市是走在之前 那为什么五月股市升呢 就是这样 我相信很快 香港的问题 是困扰不了美国的 其实 香港问题是困扰不了美国的 现在慢慢地 中国的问题 你看到都困扰不了美国 因为 为什么呢 企业已经 赶出来了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美国的企业 离开了中国 无论它去任何其他地方生产 它都是比中国 因为中国是最贵的 那它怎么会不再赚钱呢 我看不到那些人 为什么会死 我真的不明白 是吧 他找到一个便宜的地方 为什么会死 我就不明白 所以你看到股市 就是没有说谎的 好了 但是为什么香港的股市 会这样下跌呢 原因就是说 因为 外国的投资者 会失去了信心 对香港是 那么 中国的钱 有没有办法 可以将香港的股市 托到到28,000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因为这样会耗掉它所有的美金 的外汇 它能够做的 只不过是将 将那个 香港的股市 定在某一个低水平 比如23,000 24,000 那些水平 它是不能够将股市 掃上去的 股市什么时候能够掃上去呢 就是当外资回复了信心 老散 恢复了信心 市场轻旺了 再没有这些争拗 才可以走上去 那你可以看到 这些争拗在美国 在太平洋的另一边 其实根本一点影响都没有 为什么当时中美贸易战 美股会跌得这么厉害 现在不跌呢 因为已经完成了 大部分的企业 已经离开了中国 他们的生产已经开始在别的地方做了 你看到韦尔达都有25%去了马来西亚 已经是 创货你看到 根本上是没有跌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不过在香港上市 实际上生产已经大部分不是中国 还有的 消费市场在美国 关于什么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都漏了的 其实NVIDIA和AMD Intel例外的没有什么升 在疫情里面 是涨得很厉害的 我们都会在 这个 YouTube投资笔记里面说的 它在疫情里面 两只股票都是创了新高的 那么一些这么快速的图像处理 包括在PC 包括在一些 我们叫做运算的电脑里面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每个人都用手机做事 大佬 公司的员工 是会用台机做事 是好很多的 台机呢 因为需要的图像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因为大家看到 譬如Adobe的Creative Cloud 这些所有的Graphic 快速5G的东西 其实都需要一个很快的图像 处理器 GPU 去处理 那NVIDIA NVIDIA NVIDIA 和AMD 吃正 所以 家用电脑的 高质素的Graphic Card 这些Graphic Card的需求是不断上升的 那我们都会留意这两只股票更进的 所以不仅是晶片上升的 如果你将来有5G 或者是和5G配合大量的数据的话 这些Graphic Card的需求只会更加强劲 只会更加强劲 那我们都会找一辑在收费项目里面说的 大家记住留意我们的收费项目 好吗? 那今天主要关于美国要因为香港做港版国安法的制裁措施 那我们就brief了大家 那今天和大家的分享也到这里 那大家记住 我们6月份 就会说这个 投资日词就会说这个疑卡 已经有number的 9923 那微盟是读者叫我说的 那阿里巴巴、美团、海底撈、澳元健康这些 那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应 那我就OK了 那我们的钻石狗组合 那我们的钻石狗组合 那昨日的扯回上去的 扯回上去125%的 我们的网织 youtube投资筆记6月份 那我们两个收费项目 那大家看回应该好不好 那我就不再重复了 好吗? 好,那今个星期的 所有免费节目呢 都完全做完了 那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那我不知道 还会不会有一些抗议示威的活动 那大家呢 就记住要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那星期一 或者下个星期的时事评论节目呢 再跟大家见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